Hello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 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这一期呢是给我们的小朋友又带来一个 我们的丁丁儿童沐浴百宝箱 它是一个特别适合给我们的女宝宝的一个浴缸套装 这么一个玩具组 然后它也是特别的有意思 不同于我们给男宝宝的这种浴缸玩具组呢 里面是有非常多的偏粉红色偏女宝宝系列的一个玩具 我们现在先把它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这里是有一个 我们在洗澡的时候呢 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小鱼 然后在这个小鱼呢 你把那个包装给它拆开来 里面就有这样的边洗澡 你可以边把它泡到水里面 这么一个小玩具 里面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小玩具 比如说这里是有小鱼和小海星 各种各样的颜色 特别适合有我们的女宝宝 然后这里呢是有一个粉色的 会让我们浴缸变色的一个浴缸液 浴缸粉 这个是我们的泡泡浴 然后是女宝宝非常喜欢的一个泡泡浴 一个大红色的泡泡浴 这里是一个我们的橘黄色的海洋浴室珠 然后它是一个沐浴的一个小珍珠 可以把它放进我们的水里面 然后它就会让我们整个浴缸的水呢 变成了非常可爱的这种橘黄色 并且呢会留下一些小小的珍珠 在这种浴缸底部 我相信大家对它应该也不会太陌生 因为我之前也做过这样的一个视频 这里呢是我们的浴盐 这里是一个黄色的一个浴盐 黄色的浴盐呢 它会把它放在我们的浴缸当中 可以让我们的小宝宝呢 然后在泡浴室浴缸的时候呢 特别的觉得有意思 然后它是一个水晶状 它是一个这种 如果我们这个Tinty 就是我们的一个小丁丁 它就带了一朵花 就是特别适合我们的女宝宝 然后这里又是一个我们的浴缸 颜料包浴缸这种颜料粉 各种各样的颜色 红色黄色和蓝色 这个是什么 啊 这个是一个会噼里啪啦叫 就像我们的叉叉堂一样的水晶粒 它也是我们丁丁系列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 然后你把它放进水里 但水中呢 它会噼里啪啦的发出它这种跳跳躺那样的声音 同时呢 还会让我们的这种浴缸变成了一种淡淡的这种亮子色 亮子粉色 同样的是适合有我们三岁以上的小朋友 这里是什么 这里是有一个这种玩具香皂 里面呢 可能是有它一个特殊的一个造型 嗯 这个比较有意思 等会儿呢 我们会给大家继续再做一个相关的 再详尽的一个拆箱的一个视频 这里呢 是有我们的一个绘画香皂叶 相信大家呢 对这个也不会太陌生 如果还不知道的小朋友呢 也可以再看我们频道当中的一个其他的视频 这里呢 又是我们的一包这个浴室里面的变色的浴缸粉 是一个黄色的浴缸粉 我们这里还有什么 这里有一个贴纸 特别可爱 这里又是一个绿色的 我们就像之前给大家带来的这两个是同样的一个系列 是一个像贴贴糖一样 噼里啪啦会发出声音的这么一个浴缸预言 非常好玩 看看这里还有什么 这里是一个日记本 然后这里是一个专门关于我们丁丁小朋友的这么一个日记 里面是有很多的一个小故事 是关于我们的丁丁小朋友 这是什么呢 这里有一个魔法浴巾 然后这里是一个压缩的一个毛巾 可能里面呢 也是和我们的丁丁这个形象呢 是非常有关 如果想要看的小朋友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呢 跟我们留言 然后我们会根据大家的一些兴趣 或者是大家的这么一个爱好 然后再来继续做我们下期详尽拆箱的这么一个视频 我们这里又有两个总共有三个这样的一个丁丁的贴纸 现在我们的百宝箱已经空啦 和其他的丁丁百宝箱相比呢 这个女宝宝的浴缸套装玩具组织 这种玩具是相对来说要比较多一些 然后颜色呢是更加艳丽一点 然后更偏向于我们的创造自己的这种颜色方面的这种浴缸粉啊 变色粉呢 还有我们的噼里啪啦的这种火爆粉呢 会更多一点 可能是更加适合于我们女宝宝呢 去激发自己的一个创造力 同时呢 如果你们对这些玩具的一个香皂呢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 给我们留言 我们下期呢会根据大家的留言呢 来做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视频 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 告诉我们你们最想知道是哪一个 你们最对哪一个产品呢 最感兴趣 最想看到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想给你带来这么一个视频 希望你能够喜欢咯 如果很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一个大目指 伞上的赞 或者是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 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当中呢 也有非常多的相关于我们 丁丁儿童沐浴录呢 各种各样的一个玩具的一些小视频 希望你能够到时观看 希望你能够喜欢 那么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玩得愉快 下期再见咯 拜拜